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宁 你跟左岸关系这么好 他是不是你男朋友呀 安宁 我 我来帮你吧 不用了 没事 谢谢 安宁 我们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一致觉得你们很般配 郎才女貌 天遭地涉 那你们两个有男朋友了吗 我和刘丹都没有 对吧 刘丹 不好意思啊 收拾好了 好 那我马上下去 待会儿见 那我就先回去了 我家离学校很近 就住在旁边的家属楼 宿舍我可能不会太常住 不过也说不定 看心情的 你放心 安宁 我会帮你照看好你的床铺的 我会打扫卫生 保证一尘不染 不用这么麻烦 我自己可以的 到时候你们有空了 记得来我家吃饭 让我妈妈给你们做好吃的 嗯 走了 走了 叫妈 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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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转我们去干嘛呀 我们都不好奇的嘛 刚才孙安妮应该末日的祖爱 是她男朋友吧 我们现在就去确认一下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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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了不用送了 明天还得军训呢 你快回去休息吧 我答应叔叔要把你送回家的 那好吧 我跟你那个高中同学 顾小马是一个宿舍的 你们关系好吗 还不错 可是我听他讲 你们并不熟啊 尴尬了 怎么办 祖爱 你完蛋了 你在这个世界上 不会只有我一个朋友吧 好了 不逗你了 走吧 走吧 你刚才干什么呢 刚才差点就被发现了 您说 他们刚才到底在说什么呢 应该是什么开心的事吧 看起来挺开心的哈 鸡花确定有主 我又可以挤油了 我又可以挤油了 我没有想要 我今天把你的压力保护了 我会想到你 你能够护了 我还没想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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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想到你 原来我一直都想错了 左岸这样出身的书生 她的青梅竹马 就算不是公主 至少也是个相府的小姐采贾 明媚 左岸 有些人从小一起长大才叫青梅竹马 有些人就只能叫 你也在这里啊 天下 热火了 哪热火了 哪热火了 没没没 没有 是我 丽娜 你没事吧 我有事 头头要被砸坏了 不是 你大半夜吓掉什么呀 想吓死人吗 对不起啊 我运有那个烦躁型失眠 什么怪屁啊 你不知道集体生活的最高准则 就是不要打扰别人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也给我撞一个试试 丽娜 算了吧 小婉多已经给你倒了两回欠了 大家以后都注意一点 小婉 你是不是认床啊 所有就睡不着 不是 我可能今天在火车上睡多了 我去操场跑几圈就好了 你大半夜出去跑什么圈啊 而且阿姨肯定锁门了呀 没锁呢 这几天陆续有人返校 阿姨说会留门的 刘大你干什么呀 他发神经你也发神经吗 有正常人会半夜出去跑圈吗 而且他一会儿回来开门关门的 我们还睡不睡了 这个顾小婉 不会脑子有问题吧 下午还说 以后要经常带我去吃牛肉面 晚上就用那样的眼神看着别人 到底几个意思吗 不对 如果他们真的在一起了 那苏安宁为什么不直接承认 青梅竹马也不一定就会在一起 说不定只是朋友的 我一定找机会向左岸问清楚 除非他亲口说他们在一起了 我才能死心 我不能就这么先名罗树兵了 我拼尽全力才搞进了这所学校 怎么能亲言放弃 陈阳 你到哪儿了 怎么还不来 我觉得后面有人跟着我 你到了吗 我都到这儿了 你快点吧 是你啊 是你啊 陈阳 他谁啊 你们两个 对不起 我哥听他说有坏人 所以我就跟过来 哪儿来的坏人 我看你偷偷摸摸跟着我 你才是吧 我 小学妹 你又出现了 这下总是你自己跟过来的吧 还说不是为了可以接近我 嗯 我刚刚真的以为有坏人 我才过来的 你编故事也得过一下脑子行吗 这大半夜的哪儿来的坏人 你不睡觉特意在这儿抓坏人啊 不是 我我我刚才刚从操场跑完步回来 我就跑步 你大半夜的你说你去跑步 哦 不行吧 你不相信就算了 我没说不行啊 我信 真的 真的 我信你个大头鬼 我还是头一次见你这样的人 编故事巨烂 演的也巨烂 不过 你时不时的能给我点小惊喜 我现在特别期待 你还能给我什么样的新花样 那呢是吧 今晚的夜宵 我只能和这位小学妹去吃了 我的车只能坐两个人 我 我 喂 你到底是谁啊 你你屁也太厚了吧 云家的约会你跑车唱什么呀 不是不是不是 谁这样 你 你们 哦 你下午不是还说不知道我是谁吗 嗯 等一下 你撩我一下就走什么意思啊 欲擒故纵吗 我 我 我让你站住 哎 哎 你又打我 对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刚刚 条件反射 你干嘛赔我肩膀啊 还是我的错 哎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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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阳 你没事吧 他到底是谁啊 怎么还动手打人呢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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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娜 刘丹 昨天晚上不好意思 吵到你们俩了 我请你们吃水果 小满 你太客气了 我们没有学会被吵到啊 你是你 别代表我 三零八 禀讯驯服 是你 你想说什么 这是你的 这个小号 顾小满是吧 我听说你做让大半夜都惨叫 该不会受什么影集吧 我们还是走吧 我可不敢在官人面前待太久 说不定他一会儿病发了 会打人哦 你 你 小满 你是得罪林娜娜了吗 她叫林娜娜呀 你认识她 她也是我们系的 就住那边的三零五宿舍 她怎么知道你昨晚惨叫的事 不至于隔了条走廊还能听得见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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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满 吃饭怎么不叫我呀 我 我干嘛要叫你啊 你和你们宿舍一起吃呀 我不想和他们吃 我只想喝你吃 那 你们慢慢吃 我们就先走了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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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好 吃饭 展月 嗯 我发现 高中和大学确实不太一样 我觉得我们 应该保持一下距离 什么 丽娜她们都误会了 误会什么 我们是秘书关系 就是 你干嘛 这里没有你的地方 快去 看着你吃不下 啊 展月 你干嘛呀 昨晚刚才又是想和我们做一起呢 昨晚的事情你还不死呢 不 不用你管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跟我去哪儿 昨晚就跟着去哪儿 从就是月安开始就是 现在的大学都不同系了 竟然还住在一块 还一起军训 什么 你和昨晚住一个宿舍呀 不是 军队门 嗯 我们戏呢 男生太少了 所以军训只能和临床戏一起 那 主案 是哪个房间呀 你怎么这么不关系呢 你怎么不关心我呀 我 我不知道 我知道也不考虑 哎呀 我怎么不关心你呀 我关心的关心的 吃块肉 吃块肉 告诉我 哎 别来这一套 嗯 这样吧 我包你一个星期的饭 我自己有钱 那那那那我 我给你洗个星期的衣服 还包扣袜子 不是吧 胡晓满 你为了关心 少给你干净 我跟他可是情敌 我怎么会帮他呢 哎 你别开玩笑了 展运啊 你去告诉我吧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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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是635 他是632 632 嘿嘿 他 成功了 立正 相应 看 亲 动起来 向前 看 小心 立正 抬头 挺胸 呻覆 现在我教大家正不走 都看好了 扳门 到 看什么呢 出列 是 把我刚才做的示范动作 再做一遍 是 开始 注意力不集中 动作还挺规范的 再走一遍 走回去 是 开始 开始 你怎么停了 就我 我 没事 没事走啊 开始 停 停 停 你干什么呢 就是天塌下来 你都得给我走完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走 走 你把裤裆剔开了 看什么 还想再跑时间是不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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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衣服破了怎么不早说呢 教官 我本来想说的 怎么了 这位选妹 哦 不 顾小满 才一个晚上没见 你这是加入丐帮了 哦 原来是你们两个 联合起来走我 对啊 怎么了 你 你 哎 美女长得真漂亮 身材真好 哦 哦 不要嘛 你裤子怎么破了呢 你闭嘴 小满 小满 你没事吧 没事 谢谢你啊 你啊 为什么 你够狠的呀 裤子都让你裂破了 哎呀 别说了 好戏看完了 回家了 原来就是你这个老变态 欺负我们家顾小满 是吗 说谁是老变态的 长得跟个白痴一样 语言组织能力 还如此低强 你说什么 说你白痴 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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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呢 教官都敢打是吗 牛 都怪你 要不是你拉着我 我就打到那个老变态啊 闭嘴 放心吧 你也别生气了 我肯定得跟你抱住 只有我才能欺负你 我肯定得不被她 我肯定得不被她 寻思雅 我肯定得不被就要了 我肯定得不被子 真的干嘛 不被我和你 我肯定得不被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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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 是自己的 我肯定得不被她 顾小满 罚站罚完了吗 吃饭了吗 午休时间这么宝贵 你也在这儿等我呀 顾小满 你要是嫌热的话 别这么费力折腾自己的衣服啊 沈丞瑶 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找我 没什么呀 你接近我 想跟我玩 我就和你玩 礼尚往来 开训那天真的是个误会 而且是你有错在先 到现在还说是个误会 那我要好好想一想 明天玩些什么呢 不是 你到底怎么样才肯放过我啊 怎么 想认输 这就是你认输的太多 对不起 我不应该动手打你 但是你真的误会了 我 我有喜欢的人了 所以我怎么可能接近你 有喜欢的人 谁 我干嘛告诉你啊 行 我可以放过你 但你必须告诉所有人 你对我有意思 想方设法接近我 但我不为所动 真是疯了才会想和你这种神经病妥协 你想找麻烦是吧 好啊 来呀 我顾小满随时奉陪 哼 有意思 等一下 又是你啊 你为什么欺负顾小满 我呢 和谁都过不去 不杀他一个 对了 你跟顾小满到底什么关系啊 你那么护着他 什么关系与你无关啊 重要的是 几年都没有毕业的大龄学长 欺负一个刚入校的女生 不觉得这种行为很幼稚可耻吗 小子 说话挺冲啊 新生状元作案是吧 不要以为学习好就可以自以为是 等我跟顾小满酸文账再跟你玩 记住了 我在这里耍的时候 你还在初中玩你一半呢 回去军训吧 乖 这是你上学期的论文 我仔细看了一下 批注的是抄袭来院 你威胁我 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再找顾小满麻烦 干得不错 可是你觉得我会在乎这些东西吗 这些东西无非让我再多留意你 搞不好 我还会谢谢你 我知道你不在乎 但你家有上市公司 而且你是未来的经营者 这种事情传出去 一定会有所影响 这句话说得有点道理 这么多男生护着顾小满 舍不起 溜了溜了溜了 你和顾小满真的只是同学关系吗 你和顾小满真的只是同学关系吗 与你无关 那那个白痴脸呢 顾小满好像和她更亲近吧 这帮凶孩子 有点意思 你去哪儿了 我去给沈晨阳回礼了 我去给沈晨阳回礼了 就像这儿 她就倒地一下 你裤子都破了 你还替她 那岂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 她没有看见 我腿速很快的 应该 应该没有看到 顾小满 我不是和你说了吗 有什么事你找我 不要自己冲动 吃饭了吗 走吧 我带你吃饭去 我不去了 我现在一走路 顾小满就漏风 给 这是新的军训服 你的芝麻 赶快换了吧 谢谢你啊 左 你走是这么帮助我 我们是朋友吗 都怪那个死皮赖脸的坏蛋 沈晨阳 我中午已经教训过他 要是他再这么扎 我就让他门脸开花 全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你啊 要动动脑子 脑子 用什么脑子 你是在说我笨吗 回去吧 沈晨阳应该不会再找你麻烦了 还有 别再打架了 一定要补水 就不会晒晒 小满 小满 你又补了一套新的军训服呀 安妮 谢谢你啊 当时要是没有你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没事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啊 去哪儿了 我去领军训服了 对了 你是怎么得罪那个沈晨阳呢 报到那天 我被他的猪给撞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得罪他了 那个沈晨阳真的很过分的 那天还想用冰块浇小满呢 小满就不能管管这种人嘛 简直就是个恶霸 如果怎么办 这 这 这什么情况 这么多花 安妮肯定是送给你的吧 这花是送给顾小满的 谁是顾小满啊 送 送给我的 解散 小满 你想出这到底是谁送你的花了吗 我真的好奇死了 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谁呀 你上午丢脸都丢到外婆家了 下午居然还有这么大手笔的追求者 要是紫爱送的死眼之了 你说什么 没什么 喝水 好热啊 听说中午有人给你送了一大碰花 谁呀 我也不知道 送花的人也不愿意说 到底谁呀 还有人能看上你 你这话说反了吧 我们家小满天真可爱 就是有那么一点点 小冲动 喜欢他的男生可不要太多哦 你又干什么 什么你们的我们的 我跟你可没什么关系啊 我们现在是没有 所以我才会追你啊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大家都是我们小满的同学 均许辛苦了 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水 分给大家 随便拿啊 不要客气 沈阳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刚才说了我要追你啊 哎 我上午没打你 你是不是皮痒啊 对不起 上午只是个误会 啊 沈阳 又在玩什么呀 是你说要整顾小满 我才把衣服给他的 你怎么现在说要追他呢 那 那只是我开的一个小玩笑 大家都知道我喜欢开玩笑 顾小满 虽然我之前找过你 但我现在已经后悔了 我是真心实意想要追你 还有 中午的花 喜欢吗 我送他 集合 不需要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说了我要追你啊 你 左上门 干嘛呢你 你不喜欢我送你其他的啊 嘿 快快快快 救命 好好 好 啊 去 好 去 明天继续训练啊 小三 明天继续训练 你想死啊 你怎么突然这么跑出来吧 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 我撞到你怎么办 我们谈谈吧 好啊 上车谈 不用了 就在这里谈就可以 你干什么呀 后面车等着急了 你怎么还藏过股小满的事啊 你不是有女朋友了吗 妈 你还是关好你自己 不要再给顾小满惹麻烦了 行行行 我不给你吵 顾小满 不会有危险吧